英國首相約翰遜病與後復工 一改以往立場 支持民眾在放寬封城令後戴口罩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 政府首席科學顧問阿蘭斯早前曾指出 如果英國在這次疫情中的死亡病例 總數不超過2萬 就是不錯的結果 但截至上月底 官方公布的數字已經超過2萬6千 有人質疑官方公布的數字 只包括醫院的死亡病例 研究發現實際數字可能是官方數字的兩倍 超過二戰初期 德國對倫敦大轟炸造成的死亡人數 每日電信報 根據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疫情統計資料分析 認為英國在上月29日前 連續四天公布的死亡數字 都是歐洲最高水平 因此英國很可能成為 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另一方面 衛報以每100萬人的死亡人數比較 發現英國是繼比利時和意大利後 第三高的歐洲國家 針對英國疫情居高不下 有專家歸咎於當局的隔離措施 不僅持過西班牙和意大利 而且相當寬鬆 容許民眾從倫敦到英格蘭東部 以致攜帶病毒的程度並沒有降低 而在疫情危機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 當局也沒有增加醫護人員的防護用品供應 以及盡快發展新冠病毒檢測能力 在關口的工作 我們的檢疫 例如我們的十四天的強制 無論在檢疫中心或家居的檢疫 其實加上我們同事 包括衛生署、醫管局和政府 很多不同部門的同事 亦都加上我們的義工 很多義工 一路的努力 其實走到現在 都可以守得住 守好我們的防線 以及都撐得過 當然我想現在 因為外圍的因素是很不穩定 亦都是繼續不同的地方有爆發 所以我們繼續要沉著應戰 繼續不要鬆懈的 如果說一些地方 其實它是都可以 經常戴著口罩的 都可以去做到的 又或者是能夠有效的 有一個社交的距離 亦都可以做到 人數是減少的 或者是平時是多些人 但是是會控制到人流的 又或者是那些的處所 它都是承諾在一些衛生措施 亦都會加強 我想這些 其實對我們來說 如果真的要重開 就會有信心 有沒有具體例子 我想我們整體會檢視 一我們都聽到 很多不同的聲音 例如說我們在食肆那裏 是不是可以加多些人 四個會不會太少 就來就沒有親節了 可不可以呢 大家如果一家人吃飯 都是多些呢 我們聽到這個聲音 我們在檢視著的 除了這些做好現在的工作 其實我會再想多兩步的 一就是要怎樣作最壞的打算 因為我們看到其他國家 如果它是一包起來 可能在幾天 就已經有很多的個案 所以這個是要作最壞的打算 都要想一些預警 我們怎樣去準備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 ON.CCCOIN 盟取豐富的獎賞